再来测试 先把头给弹 然后再把这个话筒塞到里面 塞到里面去 刚刚塞的不好 所以它风声还是有点大 塞到耳朵,耳朵边上了 就跟我耳朵一样 所以我耳朵听到的 应该跟它也是比较接近的 我这个待机好 缠的东西们把它先缠好 全部缠到这里面 防止它 一个风的时候它乱跳 这个是一个Cayon Baru的一个Bird scene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杆子哈 杆子就是Bird scene的地方 接下来把我的眼镜戴好 没有眼镜也是不行的哈 然后我们都是近视眼 要把这个盖子盖起来 这样确保它的风声能够尽量小一点 好,这样就好了 做这个其实确实是有一点麻烦的 好,先挡好 做垫已经很热了 屁股都要削起来 做毛的钱 现在OK,好一点 没有那么热 刚刚过了一阵 在那边站了一阵 风吹吹啊 这些都好冷 启动 这些都好冷 咱们好一点 往后面搬一下 搬一下就起来 这样我们再打开电源 这样就起来 9,63度 9,63 看到哈 我们在前面走 再走啊 看见后面有人 没有人 这还要用插档卡 这个 这个 卡变穿用区 13块9 那他读卡 读完以后 记得要拿下 就是 我经常每次都是 就是 就忘记啊 忘记 走开以后 忘记拿下来 不只是一两次 很多次 然后今天会 两万块 两毛 昨天算起来是两毛一 现在啊 他收税已经是 叫Proverter Proverter 你不超过一定时间 他都会帮你算做那个 便宜的价格 低于6.5 除非你超过 比如说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那才给你算 who amount 不然的话 就给你便宜点 以前是不管怎么样 你进出 进出都是6.5 我估计啊 这个原因是因为 现在 摩托车我们 送货的人多 进出 进出也多了嘛 进出多的话 有的人只是 但是车里面 取线后 或者拿线后 怎么样的 就是 通常要不要 在里面搬很久 一小段的时间 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如果你也 说他6.5的话 真的有一点不划算 就是不适合 不适合常理 没有 没有 到处都是 这边 包括这边 也真的是 那个 到处都是 不只是 一个地方 还是两个地方 全部都是 我先 先先 好帅 但现在不好的地方就是 他 竟然说现在 很烂 他到时候会做美的 做美的就很帅 现在都是 到处都走得平 好帅也要平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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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 兩條 一條蟹 一條 這個 好帅 他把他拿走 好帅 他要做新的 以前是 所以 那个 我们这里都是 一条是歇爱的 一条是专门右转 现在 他 应该是 这个是交通灯 要重新做的 交通灯重新做 这边重新弄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前面那个 地铁站 是能拖的 是新的地铁站 这个 新的地铁站 新的地铁站 这里边 我们就要 这个 尽量的 把它做美 新的地铁站 它是都很重视的 都做得很美的 花了很多钱 投资在里面 而且现在是 越做越美 每个地铁站 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这边是 南拖的 再到后面呢 就是一个叫 美华的地铁站 这地铁站 它因为做得很正规嘛 所以它周边呢 肯定是地下全部都要挖 那些地下的那些 线路啊 全重新要排啊 因为 线路要装很多新的东西进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原因吧 为什么它到处都开挖 到处都开挖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现在用的明天 这个十字路口 用的 必须要大多了 对啊 影响没有这么大 因为它多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影响声啊 呜呜呜呜的很好听 不要再关上 把它拿出来 打开的原因就是防止要忘记 可以说经常是会忘记 不是一次两次 但忘记次数非常多 不过 不是就是两档来骑好了 不是就是两档来骑好了 有什么 能感到六千站心就不错了 这个速度 又有它专门啊 又有一个比较比较好的速度 螺绿圈和踏板车的区别 所以这个主义力就是那个 它动力来的会比较的直接啊 以後一站的話,縫隙馬上就上 以後一收納,縫隙縮得也很快 不像泡板車,你收納緊的話,你控制的不需要那麼仔細 或是你收納,縫隙不會馬上就掉,這樣很快 那也是你的縫隙 這個時間還是有一種收納 可能是換時間 現在就最好要換檔 換到三檔了 三檔的聲音會沒有那麼好,稍微差一點 那這樣就變了,又回到第6圈 它的聲音是從6圈開始感覺比較好 有大車,我們還不可以隨便來跟我們燒車 因為開運和車都一樣,安全永遠是第6圈 這個應該可以過了 遇到紅綠燈啊,也不要穿過 因為有時候紅綠燈,你也不知道看什麼時候會更好 有時候可以知道,到時候我就不知道 前面也是一個大牌 它比較新,也不行啊,會不會坐墊 坐墊比較爛 這邊真的是車小 我們可以坐墊比 那是車小的 這個東西還不敢做動作 慢一點 這次的風噪聲很小一點 這次的開設模式是 手機的1080線 導致這次 是60的刷新率 手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這個手機的重量還是有一些的 我們之前用的是 Redmi 7A 這是 紅米的 Redmi Note 8 所以就要重一點了 有時候就重幾十克 你就會感覺有點重 小心扇軟 就沒有辦法避免了 這裡只是我不理解 坐那麼多天 像這種突起 你都要小心 你開得快 你再突起 摩托車就跳 越是這種跑車的形式 它對這種 對這種突起的這個 越快啊 因為它打的氣越足 對這種馬路上突起 就應對能力就越差 因為它不是舒適性的調教的這個懸架 懸架一般都比較硬 然後配合上輪胎也比較硬 所以最後感覺就是 應對路面上的這些 不平和起伏 它會差一點 但是它過彎 穩定性會更高 這就是它懸架調教的方向的 取向的問題 那一般的 如果說按照這個 一般的 踏板車來說 Scooter來說 他們調教都會比較軟一點 我還有一輛Scooter 它明顯 過這些 這些 初期哈 這些叫焊盤就舒服很多 現在水溫97度 這個東西 水溫可以 上升到100度的 這台摩托車 它的水溫是比較高的 那個奔驰是 左邊的奔驰是 沒你再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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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 滅 就 很危險 不小心 快 走 很危險 地方 我们起步应该比正常的汽车要快点 但是其实起步的话 最快的还是踏板车 踏板车0到60是非常快的 但是60到100就没那么快 这个调教是非常有的 你不要看有个踏板车 有10秒 不错 不错 但是它的那个 0到60是离开 行李达AirPods 我们最好安全 小孩在过马路 让小孩先过 这辆台车过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过了 因為這邊沒有人過來 早安就到家了哈 早安手稍微拿一點離婚,不要緊啊 所以說你怕 所以怕那個 Ngin Store 所以你點一盒 這到了哈 希望這次的聲音上的測試能好一點 聲音上的測試不要在那個 這樣先打到 先把這個關了 有空打 再關 再把這個 安下來哈 OK 關,可以 就回家吃飯了 好,這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關掉了,確實有點重了 關掉了